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受斯大林的邀请 决定12月初呈专列前往莫斯科和苏联方面会谈 这是毛泽东主席有生以来第一次踏出国门 因此中共中央对毛主席此次出访非常重视 中央来总理专门召集公安部和铁道部负责人进行研究部 确保安保工作万无一致 早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 苏联便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立即派出了苏联首任驻中国大使 而出访苏联是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中央确定的首批重要工作之一 新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外出访问意义重大 任何环节都不能有一丝疏漏 肩负此次安保重任的公安部与铁道部立即对安保工作进行了部署 安保人员对铁路沿线进行安全检查的时候 在天津的阳村大桥发现了意外情况 在桥东上赫然放着一个炸药猫器当量 足以把整个大桥炸毁 得知这一情况中共中央非常重视 命令有关部门立刻展开调查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以封电报接踵而来 其内容更是让人大吃一惊 1949年11月中旬的一天 中央军委某部截获并破译的以封 由北京发往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的电报 而电报内容直指毛泽东此次出发 毛泽东出访这个消息没有公开披露 可是居然国民党的潜伏电台 已经把毛泽东要趁火车出访这个情报 报给台湾了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 这就说明什么呢 国民党特务可能要爆炸毛泽东的专列 所以应该说他是公安部门 那是相当的紧张 毛泽东得知情况后 立即做出了批示 要求公安部在他回国之前破案 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保卫局局长的杨琪青 接到命令后 立即组成了专案组 多年以后 杨琪青的女儿杨青 对父亲当年的破案经历 至今历历在乎 父亲要求专案组的情报部门 和侦察部门要密切配合 侦察力量要统一调配 技术手段的内外线 电针和侧相呢 要组合使用 父亲认为这样 才能够迅速破案 专案组成员迅速就位 一场敌我双方名语案的较量 随即拉开序幕 针破迪特电台的专案组成立之后 立刻展开调查 通过对手中这唯一的一封电报 进行破译分析之后 侦察员认为 这个零四零九的华宝员 他的姓很可能是郭 国 贡 拱 这四姓之一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线索 可是要从北京这么大的范围 挖出这个零四零九 无疑是大海搂针 此时距离毛主席出访的日期 越来越近了 侦察员们心急如焚 这个案子将从何下手 面对手中仅有的线索 专案组决定 从敌台发报员可能的四个姓氏 郭 国 顾 拱中逐一排查 同时派出电讯侦测车 在全程范围内 跟踪敌台信号 进行流动监听 侦察员们连夜 对全市户籍进行调查 第二天就报上了 二百多份资料 但经过仔细核查 里面并没有发现 任何可疑线索 而另一方面 侦测车的监听工作 也遇到了困难 市卫专案组侦察分队长 兼基要秘书的孙有光 对这起案件的侦破工作 至今印象深刻 当时多得很了 这个信号 有外国大使馆 还有这个商业上的电纳 所以当时那个 电采信号 可以说本经别人里都是 户籍调查与电讯侦测 两个方向都没有任何收获 案件的侦破 顿时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时 一封电报 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 有一天 咱们公安部呢 截获了台湾保密局的 一个电报 怎么说的呢 0409支系 接济之款 港币2500元也汇出 余款在续汇中 父亲看到这个电报以后 马上眼前一亮 就说 对方寄钱来了 这边会有什么反应呢 当时李处长马上就答道 既然有汇款人 就有收款人 查汇 马上到银行去查汇 然而经过两天调查 专案组在北京所有的收贿名单中 并没有发现可疑的线索 难道这个调查方向又错了 这时候呢 专案组就显得了沉闷 大家觉得呢 一下又不知道 从何 从什么地方下手 去做这个案子 当时呢 父亲呢 就笑了笑说 呃 你们能不能把思路放开一点 范围再扩大一点 能不能跳出北京 去考虑考虑其他的地方呢 北京没有找到线索 那么这个取款地 到底在什么地方 经过论证 侦察员发现 首先这个地方交通便利 能够在一天之内取了款 然后返回北京 其次这个地方人流较大 非常热闹 便于掩护 经过筛查 侦察员很快把目标 集中在一个地方 临近北京的天津 果然在对天津市 黑龙江路银行调查中 侦察员发现 有两笔从香港 汇往北京的大额汇款 十分可疑 取款人是一个名叫 季爱林的女人 留下的地址是 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 两笔汇款 为什么不直接汇到北京 而是从天津绕一个弯 显然这里面绝对有问题 这个发现 为案件的侦破 打开了至关重要的突破口 为了调查 季爱林的真实身份 专案组决定 派人打入 新桥贸易总公司内部 暗中调查 经过侦察 经过对这个孟广心进行跟踪 很快 侦察员找到了 济彩南的住址 北京和平门外 宇方桥 梁家园东大院 二驾七号 沈宅 侦察员立即对沈宅进行了监视 终于见到了这位神秘的记忆小姐 这是一个大约二十七八岁 中等身材 圆脸 尖下巴的女人 胖着时髦的卷发 穿着一件毛皮大衣 俨然一副十足的贵妇模样 那么这个记彩南 会不会就是专案组要找的 敌台发报员0409 就在专案组对记彩南 进行监视的同时 公安部在北城古楼附近 发现了敌台的发报信号 但是这与记彩南家沈宅相距甚远 难道这个记彩南 并不是专案组要找的 敌台发报员0409 侦察工作再次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 记彩南的一通电话 给案线带来了新的转机 侦察员获席 记彩南给几个朋友打电话 要在伊兰堂聚餐 伊兰堂位于北海公园 白塔山北坡 这里平时人来人往 非常的热闹 在这里街头便于掩护 侦察员认为 他们在这里聚餐 很可能是掩护记彩南 交换情报 于是立刻对伊兰堂周围 尽情不空 正当记彩南 和朋友们吃饭聊天的时候 隔壁桌子走过来 一个年轻男子 他和记彩南轻声说了几句 似乎发现了什么 他非常警觉 然后穿上大衣 匆匆离去 面对这个神秘男子的可疑举动 侦察员立即跟了上去 跟着他穿了八海斑门 从那个伤害西叶 转到那个互同里面 后来从互同里面出来的 走来的三里车回来 其实这个三里车 那就是三里车来的 见了后我们就跟上他 一直跟着到 发生了斗轿回来 三十三号 他看来他没有什么可以的 真正诚 这个神秘男子到底是谁 和记彩南是什么关系 通过走访 侦察员发现 记彩南还有一个弟弟 名叫记兆祥 就住在北城斗甲胡同 而这与之前监测到的敌台信号位置 鼓楼相距不远 侦察员立即对记兆祥展开调查 很快从国民党北平特警学校 毕业名单上查到了记兆祥的信息 并且侦察员从赛亚的国民党特务口中得知 早在1948年冬天 北平解放前夕 记兆祥就得到命令 秘密潜伏下来 而不久之后 他就向身边的特务炫耀自己 已经领到了电台和活动经费 此刻 记兆祥身上的嫌疑越来越重 就在这个时候 专案组的负责同志杨琪青被调走了 让他负责中国境内铁路沿线的安保工作 确保毛泽东的专列出访安全 专案组的工作 交给了另外一个同志负责 他就是隐蔽战线赫赫有名的人物 立刻 12月6日晚上9点 毛泽东专列9002号缓缓驶出车站 专列从北京出发 经天津 山海关 沈阳 长春 哈尔滨 最后从满洲里进入苏联 穿过西伯利亚后到达莫斯科 然而就在毛泽东专列 驶入东北地区后 遭到了一系列的破坏行动 毛泽东专列行驶到东北期间 在哈尔滨的时候 发现车头上居然发现了一个手机弹 当时就迅速侦破 发现是一个白鹅分子发了手机弹 还有些地方藏炸药 还有些那个准备在这个铁道的道钉上 把那个道钉撬掉 准备搞破坏 毛主席在东北遭遇险情 让身处北京的专案组感到巨大的压力 这些暗杀计划是否与北京的潜伏电台提供的情报有关 所有人的心都绷得紧紧的 必须尽快挖出这个潜伏的0409 经过侦查 专案组认为 这个纪赵祥很可能就是那个潜伏的发保员 但是要确定他的特务身份 还缺乏一个关键的证据 那就是电台 怎样才能证明这个电台就在纪赵祥的家里 纪赵祥所居的斗角胡同 原是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所在地 解放后被公安机关接收 为了防止暴露身份 没过多久 他就搬到了瓷器库南岔七号院的一间 拥有暗示的房屋 与此同时 为了防止敌人利用繁华区域商业电台众多 信号繁杂做掩护 在杨祺青的建议下 公安部将一部监听台 临时移到了同样位于闹市区的西堂子胡同 杨祺青的家中进行监听 这部电台移到我家后不久 就真听到了 从南河院瓷器库 发往台湾的电报信号 这一支纪赵祥呢 从火楼大街的斗角胡同 搬到了南河院瓷器库的 时间呢 融合起来 为了取得证据 侦察员扮装成电阅局的工作人员 进入大院查电表 结果发现 纪赵祥家的运电量 是别人家的好几倍 侦察员在夜间潜入大院进行观察 结果惊奇的发现 纪赵祥家里用电量突然增加的时间 还有努力灯光闪烁的时间 以及一台发爆的时间 这三个时间高度吻合 至此可以确定 电台就在纪赵祥家中 然而在跟踪监石器照相的过程中 侦察员还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 泰山宝 收集信宝 唯一点都在他一个人身上 他出去收集信宝的三个职业 一个是周国的药业公司的职员 一个是国医修员的学生 在北京放了一队的队员 他去收集信宝 根据他的身份取得单位 他随时还得了上去 李克农得知这一情况后 立即指出 这就是敌方的一个万能电台 主犯就是纪赵祥一人 一般的情报密台 至少要配备三个人 一个情报员 一个一点员 一个报复员 可是纪赵祥这个台呢 他纪赵祥一个人 把这个三个工作都兼任 所以他叫万能电台 也叫万能情报员 万能电台的好处就是 你三个人同时负责一个电台的时候 三个人之中任何一个人被破获了 都导致整个电台被破获了 他一个人能当万能情报员呢 他就缩小了目标 减少了被破获的可能 所以这应该说呢 纪赵祥这个是个比较高级的特务 至此北京潜伏电台案 已经基本侦查清楚 然而就在侦查员们都认为 应该对纪赵祥及相关案犯 进行抓捕的时候 却迟迟未见 逮捕令的下达 面对侦查员的疑惑 李克农同志指出 这个案子意义重大 选择破案时机也非常重要 最好等到毛主席和苏联方面 公布了中苏会谈公报之后 再进行抓捕 对蒋介石国民党集团 是一个沉重的党集团 但是必须赶在毛主席回国之前 破案 1950年1月20日 由周恩来率领的中方代表团 抵达莫斯科 2月14日 中苏双方签订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同时发表了 关于两国地结新的条约 与协定的公告 并声明 之前由国民党与苏联 签订的就约与协定 失去效力 2月17日 毛泽东 周恩来等 率中国代表团 圆满结束在苏联的访问 启程回国 就在中国代表团即将踏上 中国边界城市满洲里 换成中国专列的时候 专案组对北京潜伏电台案件 进行了收网行动 1950年2月26日早上7点35分 一辆辆公安牌照的吉普车 驶进了西照祥所住的 南池子瓷器库南刹七号院 公安人员冲进大门 迅速地将西照祥控制起来 经过仔细搜查 公安人员在房间暗示了 一个迷筒里 发现了一部美式15瓦电台 在天花板的顶棚里 发现了电台天线 并且找到了 吉照祥的委任状 公安人员还从沙发里 搜出了已经上堂的 美式索伦手枪一支 并发现了密码四本 收网报底稿两本 以及其他相关政务 同时对梁家园 贾七号及天津的相关 嫌疑人的抓捕也顺利完成 此次行动抓捕了 主犯纪赵祥和从犯 纪采南等共12人 随后不久 毛泽东的专业 从苏联驶入了中国境内 中国的公安部门 圆满地完成了 毛泽东下大的破案刃 面对铁证 吉照祥对自己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从1949年2月 至1950年2月26日被捕时 短短一年的时间里 吉照祥先后发报215次 收网报文稿字数达3万余 其中有一个情报 让所有在场的侦察员 都感到十分震惊 1949年5月4日上午7点半 国民党空军6架飞机 轰炸了北平南远机场 造成我方重大伤亡 而这次轰炸的情报提供者 正是吉照祥 至此 在公安部和北京天津两地的公安人员 共同努力下 台湾特务机关安插在北京的万能潜伏电台 终于搞破 此时远在台湾的毛人凤 对此一无所知 他仍然对万能电台给予厚荒 期盼着0409发挥有价值的情报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老对手李克农 送给了他一份秘密礼物 就在抓捕吉照祥后的第二天 李克农来到了案件的指挥中心 他命令吉照祥 用他原来发报的电台和发报方式 把一封由他亲自拟好的电报 发给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仁凤 毛匪仁凤 而等逃亡台湾逍遥法外 国内潜伏特务被尔欺骗利用 从事间谍破坏 危害国家民族 吴等为人民公安局捕获 一切间谍行为一一坦白 愿接受人民法律的制裁 西尔等立即停止危害国家 人民之特务罪行 否则定导季照祥负责 前车之线往尔等三思 人民罪犯季照祥 1950年3月4日 毛泽东的专列安全抵达了北京 新中国领导人首次外出访问 顺利完成 1950年6月1日 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阀罪处审理 判处主犯季照祥死刑 并于次日执行枪决 同案犯季彩男 对季照祥的犯罪行为 知情不报并提供帮助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并加以教育改造 其余从犯 由于认罪态度良好 并表示愿意悔过 被重新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两年 新中国成立之处 面对隐蔽战场上 敌案果明的不利局面 万能潜伏电台案的破获 打响了新中国成立 初期反客战役的第一枪 震慑了那些 妄图颠覆新生政权的特务分子 保障了国家与人民 来之不易的稳定与合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